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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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个很正面的心情 是香港用一个很急的部分 去做一些东西 去说一些东西 就是用这样的模式 做了《音乐》 《音乐》 《音乐》 这个主题曲 其实是一个新的歌 而内容 我们也一起 和导演和音乐总监一起去 去斗歌词 风格也是很本身的 它有很多组语夹杂在里面 口语化得来 但又可以表达到意境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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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那些地方 会不会是说电话 或者去交代一些东西 需要一些很急的位置 很刻意地 把这个概念进去 想挖多些关于香港的故事 歌词也有说香港不同的地方 有些地铁站 或者有些山顶 或者是柴湾 或者是柴湾 好像自己都一路 在旋律着香港不同的地方 在漫游着香港 香港漫游 从歌名歌词到速度到气氛 其实都是自己最主意的 在香港的生活方式的速度 轻松得来 又不能太电子音乐 就是要很音乐 很原本 都是舒舒服服 按下 慢慢看电视也好 都是慢慢肩膀鬆了 去消化一件事 配乐对我来说 很影像主导 剪接完之后 都有好几个版本 所以都是一路变成的 不过主要的方向 其实已经在导演选择的歌 《冷宇》 其实开始我一早已决定 要用一首70年代尾 80年代头的歌 开唱 定了个调是 男子角雪聪 小过二汶的年代 因为那些歌是太深入民心 怎样自己可以唱出来 又不会失去那个感觉 但会有一个新的批评 大家有谈有试 那个经验是挺好的 我这个年代成长的人 我在说这部电影 所掌握的年代 我想有一首Beyond的歌 是很重要的 想不到有机会 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他们的歌 《早班火车》 其实我觉得是Beyond 其中一首很浪漫的歌 唱一个很轻很轻的版本 很放松地唱这首歌 挺喜欢录音的状态 点对点就是 你在街上很多东西做都好 都是一个轻轻松松 脱脱脱脱脱的节奏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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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谢谢 崇尔